红海滩,绿尾荡,蓝海洋,大地的三元色在这里单独呈现 黑醉欧,丹顶鹤,丹海豹 真琴一手,选择再次繁衍七席 双台合口,红绿蓝的诱惑 左边中国正在播出 每年四月一时 在辽宁盘景,双台合口湿地都会出现一道奇观 新生的茧棚草长满积二十万亩的滩土 形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红海滩 有超过二百八十种鸟类在此迁徙中转 被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 其中就由世界边危保护动物 黑醉欧 在盘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对爱鸟夫妇 杨先华和隋小青 他们曾经救助过十几只受伤的鸟 包括这只黑醉欧,取名斑典 我一看这个骨头都自动出来漏掉 磨点红药水吧,一看不对劲 又上那个咱们离那卫生医院进呢 给他买点云南白药 等到斑典商誉了 他却似乎成了这个家的主人 看,他可以欺负猫 他也不怕狗 他还跟随着主人出门去散步 为照顾斑典,夫妇俩也有责任分工 杨先华负责体能训练 隋小青则负责卫生饲养 这几乎耗去了两人全部的业余时间 但夫妇俩却乐此不疲 他飞出去吧,飞很远很远 我就喊半天 我的傻人现在可能老了 喊不出来 他能听到我的声音就落地 一个老远老远 飞出来,咱们世间都看不到 他也能飞回来 很聪明的一个小鸟 非常聪明,有灵气 然而,等到小鸟一旦伤育 他们便会把他们放归自然 尽管每到此时 隋小青都依依不舍 但是他们深知 鸟儿的家在大自然 哎呀,斑点啊 你现在在哪呢 你想不想我呀 能不能捕着鱼虾吃东西啊 有没有什么老鼠啊 黄鼠狼,害你啊 睡着觉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你就是这种想法都吓不去 就像他是我的一个孩子啊 远离了我 我又不知道他的音讯 让我担忧 这时间都过去这么多年 一提起了半点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但有些时候 放飞却并非意味着是放生 那种情感更为复杂 在全球最大的黑水鸥发育地 南小河 黑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 发现一只圣灵的小蜂蜂 他不幸患上了一种出血病 然而 世界医学目前对这种病 还无能为力 我们只能怀着遗憾和惋惜 将它放回到红海滩上 每次放鸟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放生 放生将放它去生 今天放它 不是 是为它顺平 不是放生 是放死 是放死 我们 保护者的无奈 送行 虽然目前黑水鸥的数量 已经有最初发现时的两斤多只 增长到八千多只 但生态链依然脆弱 只有保护好湿地上的红海滩 才能游出黑水鸥最后的家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走遍中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 是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先生 和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李玉祥先生 欢迎二位 其实刚才那个短片 其实看的是挺让人伤感的 他最后把那个黑水鸥的鸥除 他说叫放死 是吗 那种鸟是得了什么样的病 是绝症吗 这个我们在盘景这个黑水鸥繁殖地 就是南小河这个繁殖地 从08年开始就发现有这种疾病 这种除鸟呀 发病的时候 它的头皮是开裂的 然后除鸟的精神萎靡 那么有一些鸟呢 是经过一段时间 它可以痊愈 能够健康 那么大部分还是死掉了 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是吗 这种病不好说 没有研究 研究透 那这个黑嘴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呢 那黑嘴鸥呢 应该是横行 鸥科 鸥鼠的鸟类 那么过去呢 因为它的数量比较少 然后呢 在国际的这个鸟类 包括红皮树上 被列为 宾微物种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珍惜的鸟类 它是这个宾微物种呢 它从国际上 它有一种分类方式啊 就是说一种动物 一种物种 它的宾微的程度 是根据它的数量的情况 通常呢 是一万只以内 这个鸟就形成了就宾微 但是我看刚才在短片当中 看到了一片红红的 叫赤简棚地是吗 它是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生存吗 这就从黑嘴鸥的习性上来讲了 因为黑嘴鸥它选择住潮的环境 就是在这种高滩 你这种简棚探除上繁殖 所以它已经群潮 利用大家的这个力量 来共同抵御一些个天敌的危害 那么所以双台河口 由于它天然的这个地理优势 就变成了它们的家园 那么一大片 在这个水湾当中 有红红的 而且它那个红 是特别鲜艳夺目的颜色 再加上中间还有一圈绿绿的是吗 红绿相间是非常赏心悦目 对 所以说这个 我到过这么多的国家 也去过很多河口湿地 但是像盘景这样的 确确是很少 所以说它这个景观 非常秀丽又壮观 给人感觉的非常震撼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 它还有很大一个功能 就是这种减膨 它的这个叶肉比较厚 固碳的能力特别强 可以把很多的二氧化碳 可以吸收 所以说我们说湿地 可以调节气候 它可以抑制 或者说缓解 这个气候变暖的这个速度 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觉得 从刚才那个短片当中 那一对夫妇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现在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好像保护黑嘴鸥 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看他们在遇到受伤的鸟类的时候 都会拿到家里来智商 当然放规的时候 可能会自己觉得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放规 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是吗 应该说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能养在家里 因为这个你的家 这是人的家 不是动物的家 而动物的家呢 它是在大自然里 所以说它受了伤以后 我们人类对它救助 救助好了以后 在越短的时间内 如果它康复以后 就应该让它马上回去 刚才这短片看到这个夫妇两个人 他很舍不得 他有感情了 他就担忧他 到底我放生了以后 他是否活 或者是遭遇什么不测 但这都是我们可以理解 这就和人的感情是一样的 人和动物感情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说到这个双台和口湿地 它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黑嘴鸥 我听说它还有红绿蓝三元素 这个赤简棚是红色 绿色就是指绿色的芦苇荡 蓝色既可以指蓝天 也可以指海洋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双台和口芦苇荡的特殊之处 来看一下前方记者的调查 当众多中国城市被笼罩在一片雾霾中的时候 盘景却是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 而这与双台和口湿地 有着全球最大面积的滨海芦苇荡 息息相关 隆东时节 我们来到这片芦苇荡 正逢一年一度的芦苇收割季 这里的芦苇多用来造纸 芦苇收入是当地伟农重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这里具有一片芦苇从不收割 这又是为什么呢 盘景东郭围厂的志工乔凤栋 却有他的主意 芦苇是黄瓜是黄瓜味 是吧黄瓜味 真是 黄瓜鱼是吧 我们当地的叫黄瓜鱼 芦苇居然有黄瓜味 我们当地的叫黄瓜鱼 我怕他咬到我 不咬不咬不咬 正好都是冰的时候 羊冰面 就是有香血了 完了就是羊 原来盘景人有一种朴素的自主意识 那就是当动物需要帮助时 人类应该施以援手 然而据我们所知 盘景国有围厂的职工 生活却并不富裕 这里是伟农好育心的家 一家三口还住在三十年前的老房子里 一亩芦苇每年只有六十多元的产出 但是如果把伟田改造成稻田 则会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如果在稻田养蟹 还可以增加四百元 但是因为国家对于双台河口湿地的芦苇 有保护政策 因此他们只能种植芦苇 保护好芦苇就是保住湿地 它能给人们带来了身体好 环境好 空气好 老百姓的少生地 虽然牺牲了经济效益 却换来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正是湿地人的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 换来了这个鸟类千细中转的乐园 以及人类宜居的碧水蓝天 让潘景这座年轻的城市轻轻地放在湿地上 刚才我看我们短片当中有一位伟农 他在那个饭桌上说 他说保护好这片湿地 就可以空气好 身体好 环境好 有好身体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芦苇也能对身体好吗 确确实是这样 因为湿地啊 最近大家都在谈到这湿地保护 环境保护雾霾啊等等 你可以看看那个地方呢 它有天然的吸附 这种降成啊 是这种过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个人认为啊 这芦苇我们作为地球之圣 它是解毒 它对这个水里边解毒 它是一个 这个芦苇是一个标志性的一种物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这个水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有毒物质 或者有机物质 或者化学物质 它通过水里边流入到这个芦苇荡以后啊 这芦苇的根 茎 液 它都把它吸附在它的 它的这个身体里边 这些有毒物质 都吸到它体内以后呢 它的水就干净了 那这么看来的话 肯定在这个 整个芦苇荡周边的这一片环境 应该空气是很好的 是不是整个盘景 甚至辽宁都在羡慕你们 对对 确实这样 那么120万亩的芦苇 每年的这个能收购芦苇啊 大概在50万吨左右 这个呢是造质的主要原料 这50万吨其实都是伪农带来的 是吗 对 大概就是一吨的芦苇 现在能够有多少的价格 它的价格现在不是很高 现在一吨芦苇的价格 大概在500到600块钱之间 它现在的这个产值并不高 它的卖价也不是特别好 根据这个市场 因为芦苇它是 把它用到造纸厂去造纸 它是作为纸浆原料之一 占了25%以下吧 是大概是这样 那么如果要是一亩地的水稻 和一亩地的相比 和一亩地的这个芦苇相比的话 那直接的经济价值来讲 水稻应该要远远高于 那我们这样算 一亩水稻田 大概能够有多少收成 现在在盘景啊 一亩水稻田 一般的收入在800到1000 这个这个这个之间的 那芦苇呢 芦苇现在每亩大概 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对对几十块钱 那这个差别还是 有的经营不好 还要赔钱的 但是我们要算 它总体的价值的话 就不能这样算了 你这样算的话 经济是它的价值是一方面 而芦苇的价值呢 就是我芦苇是天然的芦苇 它的价值体现到 更多的是生态价值 社会价值 财经济价值 如果这三种加起来 那么如果说它的生态价值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 拿钱来衡量 它到底是值多少钱 所以但是呢 农民来讲呢 它这个伟田 这个农民来讲的话 它是非常现实的 它就是我这个价值是这样 那么这就给我们出现了一个 带来一个课题 就是说 这些伟农 这些农民 他们有这个 为这个保护这块湿地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如何 在政策上 给它提供一些 比较好的 来个生态补偿 现在在这个双台河湿地当中 这些伟农有生态补偿吗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 有计划吗 从09年开始 国家就已经把生态补偿叫 已经列入了 这个 它的一个 这个过程 它的程序 就要制定一个生态政策 这个补偿的政策的话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其实说到这个双台河口湿地呢 它本身也是濒临着海洋 那在这个海洋当中 还有一些 我们平时很少见到的物种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片家园又引来了哪些客人 看一看记者的调查 每年冬季 谈谨的野生动物保护者 就会在这片湿地 进到他们的老朋友 班海豹 这一夕太平洋 特有的海洋经理 这里宁静的暗滩 是他们绝佳的栖息地 海边丰富的鱼虾和贝类 使他们保持着充沛的体力 冰雪出容的时候 正是班海豹 浮育幼崽的关键时期 为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 优小的班海豹 经常冒险追逐鱼群 这就使得他们 独自遭遇搁浅的危机状况 为此 潘山县专门成立了一个 班海豹管护站 站长李冰 每天都在显示器前 监控着入海口附近 湿地的细微变化 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一片上 第一他是这个贪图 他好上 上面是贪 第二他最好是臭阳光 好像都掉肚皮 都塞水羊 是太阳 对是太阳 与此同时 班海豹管护站的李月和于德军 每天都要进行巡探检查 为了给班海豹提供一个安静的栖息地 六道沟一带已经成为禁制捕鱼的保护区 这是一段管护站拍摄于2010年的录像 这只年幼的班海豹 在追逐鱼群时搁浅 被正在巡探的李月发现 随后大家乘船把他放归大海 不过就在湿地上救护这只班海豹的时候 李月自己却差一点陷进了沼泽之中 于是关护站便规定 每次巡探的队员都要沿着自己走过的路线 为后来者留下记号 这岗还挺拉手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还划破了 今天我们也为这个管护站的兄弟们一起来铺一条道 让他们以后巡护的时候 这个救助班海豹的时候 更方便一些 行走在泥泞的湿地中 每脉一步都显得无比沉重 而管护站的队员们 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 徒步巡查十多公里 也正是因为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 才使得这片滨海湿地成为班海豹安全机器的屏障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那是班海豹 这个和海豹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海豹 一般都是北冰洋和北极那些地方才会有吧 这个班海豹 它主要是分布在哪呢 主要是分布在北太平洋地区的北部和西部的沿海海岸 那么实际在全球它有五个亚种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黄海和渤海也有分布 而且我们的辽东湾就是班海豹的产子地 我看你这张手里已经拿了一些照片了 其实我看这个是班海豹的 这个太可爱了 用现在流行的词汇说 它的眼神太蒙了 对对对对 像这个班海豹一般是什么时候会来到框台河口市地呢 这个班海豹它一般的是每年的11月份 然后由它里度下的地方 然后回游到我们渤海湾 那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渤海湾繁殖呢 这个主要是这样的 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辽东湾这里面的潜水区域 这里是每年呀是鱼虾的一个产卵的一个场所 那么再一个呢 等到冬季的时候 然后辽东湾的这个结冰 它的这个结冰的范围非常广 实际上这就是为班海豹这个产载 提供了一个非常宽大广阔的这么一个产床 是在冰牌上 是在冰牌上 所以这就应了那个陈主任以前说的话 说不要去心疼动物 他们本身就适应那样的环境 所以它会在冰牌上 对对对 应该说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 非常聪明 我曾经我想看 我感觉它太可爱了 我想我想手摸一下 我觉得这种动物它不灵活 对吧 其实它非常灵活 它在岸上它也很灵活的 我准备想轻轻地摸它一下 我没想到它跟狗一样 它咬人 它差点把我咬着 它特别好 它眼睛很大圆圆的 这个这种动物特别的聪明 说到它这个聪明 我觉得有时候好像 搬海豹还是挺通人性的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个故事 好像就是在北冰羊上 有偷猎者 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接近海豹 会洋装晕倒在冰面上 然后海豹因为它通人性 它会想要去救这些人 它会用自己的体温 去温暖人的身体 但是反过头来 它的善良有可能会 遭到恶意的捕杀 我们国家 我所了解的就是 很少发现就有人去偷猎 这种半海豹 不像有的国家 它是要狩猎的 我们国家不容许 因为它是属于保护动物 那像这种这么聪明的动物 它们一般是遇到 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才需要保护区的人 去帮助救助呢 这个有时 我们在产子的时候 就是有的年份 因为这个暖冬 冰牌化得比较早 所以有些就是这个 这个幼崽 然后是在贪图上 因为它是不能 它那个 那个胎毛没有 没有变的时候 没有退化的时候 没有退掉的时候 是不能沾水的 沾水容易造成它 溺水死亡 或者失分 导致死亡 所以这时候 有时候它在贪图上待着 这样呢 我们也有些人 然后就去把它救回来 实际检查完以后 实际是什么问题也没有 所以这也就 也就希望大家 在救护帮小毛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看到事物 如果在真的 在它的积极区里面 如果不是确认受伤 或者是有病的时候 就不要去动它 就不要动它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 对班海豹的保护 主要还是它的栖息地的保护 你过度的捕捞 它没有吃的东西 它就不可能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觉得这个 包括渤海 这个我们捕捞这方面 我们应该给 除了我们人类 要满足的吃的以外 还要一定要考虑 我们的这些动物朋友们 给它们留一定的食物 所以说它们留 留够它们的食物的话 有鸟啊 有搬海豹啊 这些动物都会来的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些归根结底 就是作为人 这种林长动物 应该怎么样 对我们周围的环境负责任 可能只有我们 担负了更多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这个家园当中的 客人也好 或者其他的主人也好 才能够过上 他们理想当中的生活 感谢两位嘉宾 参与我们的讨论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